这就是所谓的香愁疗法 拌好的沙茶配上一锅牛肉炉 就是道地的潮汕味道 也是给同伴老兵们最温暖的味道 那时候沙茶有时候请一些老兵 那些老兵有路没家 那时候还没探亲他们就不会 送你回去 只有找一些家乡的人在一起做 那时候我记得我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 我到达店厨夕那天至少要排两周 排两周点了会无老兵 好 要不要加糖 加点糖 这锅沙茶炉传承了三代 历经了将近七十年的积累 让豪卫岛飘香台南 也成了很多人在寒冬中的暖暖就熟 品尝了台南让人大爆累的清晴 古早味沙茶过后 芝林姐姐我接下来要带你到新竹 在冷嗖嗖的封城 为什么这家店越冷越热 气温越低越嗨呢 六桌壮圆鸡七十二家母鸡各一份 七个面线 位于新竹少年街不齐眼的餐厅里 一到东部鸡街灶台就会换楼了 店里绝无冷场 空气中浓浓的酱味辛香刺激着鼻腔 让韬客都忍不住的喊 怎么会这么香 一个礼拜两次 一个礼拜两次 有这么好吃吗 真的啊 会一直很想要再回味啊 寒流来的时候 几乎是要在外面排队 想不想来上一锅姜母鸡 咦 什么 你说志玲姐姐我说错了 不不不 你没听错 我也没有讲错 的确就是姜母鸡 汤头喝起来不会 就是还蛮顺口的 不会觉得燥 味道比姜母鸭那种感觉还舒服 炸起姜来毫不手软 这是因为姜母鸡的汤头重头戏 就是辛辣的粗皮老姜 老姜可以暖身去湿 促进血液循环 是奠定姜母鸡好吃的制胜武器 不只只有补身体啊 去寒那些美容很重要 所以每次有些小姐 她们都不敢 都把姜挑起来没有吃 我刚才说你不要让 我看她姜很贵 你要吃 川球 甘草等等 20种中药调配的独家卤包 要和老姜一起送做堆 小火慢炒 一锅要两个小时 一天十锅 炉火没有停过 也考验着厨师的耐心毅力 一定要炒到黑 因为它那个药包要吃进去 吃进去 那我们在煮的时候 在吃姜母鸡的时候 火开在汤头里面 那它这些会释放到汤头里面去 然后它会回干